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芭芭拉 在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到訪之際 中共國台辦動作頻頻大搞統戰 除了與台企、台青座談之外 還列出所謂兩岸統一的好處 分析指出 中共開出的所謂紅利好處 台灣民眾早已享有 北京老調重談 在以信用破產的一國兩制誘騙 而見證了香港人痛苦經歷的台灣人 根本不信任中共 更不想讓台灣變成香港 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國台辦主任宋濤在3月30日 在武漢會見來中國訪問的馬英九一行表示 中共將會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 家裡的事好商量、多商量 馬英九表示要盡一切可能避免衝突 雙方都提到堅持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和平 3月28日 宋濤還去到江蘇省 坤山市和台企、台青座談 被與會者問到 兩岸統一有何好處是? 聲稱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 台灣同胞希望得到什麼都可以商量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年3月29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更是說 實現國家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道 統一之後 台灣同胞將會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 朱鳳年還說 台灣可以實行在不同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 尊重台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保障台灣民眾的私人財產 宗教信仰、合法權益 網民對國台辦言論紛紛嘲諷說 這些陳詞濫調 在香港已經活生生地演示過 還用得著這樣滿嘴泡沫橫飛地重複嗎? 大家終於可以一起住高價樓 食地溝油、捱黑皮打了 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 王智勝3月30日對大紀元表示 宋濤、朱鳳年很清楚 他們在推銷北京所宣稱的一國兩制 對台灣來說毫無吸引力 王智勝說 第一,老調重彈 這是北京過去三、四十年來一直說的所謂一國兩制 不理是社會、經濟 甚至提供台灣更多的經濟紅利等等 這是老調重彈 對台灣人來說是沒有任何吸引力 原因在於北京所開出的所謂紅利或好處 台灣現在全部都擁有 我們不需要和北京統一 就可以擁有既有的社會制度 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 呼吸自由的空氣 第二,一國兩制信用破產 大家看到香港一國兩制實施的結果 北京在任何時候 以任何理由說收回就收回 宋濤或朱鳳年所承諾的東西 北京隨時用就收回 我們已經看到香港的例子 這樣的說法已經信用破產 第三,借馬英九訪問推銷一國兩制 有片台灣民眾 宋濤和朱鳳年在這個時間點 重提這樣的說法 表面上是與台商坐談 實際上是馬英九在中國訪問 還表露出希望兩岸統一的期待 正好被北京借題發揮 推銷所謂的一國兩制 用來有片台灣民眾作為統戰的一個樣板工程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林文晴3月30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持續對台灣進行統戰 甚至在1980年代 蔣經國先生擔任總統時 中共已作出許多保證 一國兩制之下 台灣可以享有許多方便 林文晴認為 當台灣人民看到香港的結果時 都覺得這些保證是不可靠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 本來是要示範給台灣看的 這是鄧小平當年保證過的 港人治港50年不變 但現在看到香港的情況 都覺得所謂的保證是信不過 中國對香港打壓了 當時參加反送中這些人都被抓、被判刑 香港年輕一代的大學生都被抓、被判刑 林文晴指出 當時的承諾都成為廢話 台灣的老百姓 尤其是對中國有研究的學者、專家 都不希望台灣成為另一個香港 這是中共的空頭保障 林文晴說 很多國家對中國人採取防範措施 部分先進國家都不給拿中國護照的老百姓 免簽證 我們拿台灣護照 全世界這麼多國家都給我們免簽證 比起來我們不覺得拿中國的護照 身份證明在國際上享有幾大榮耀 據在倫敦的全球公民和居留諮詢公司 Henry & Partner最新公布的全球最強護照排名 日本護照排名第一 是全球最強護照 有193個免簽國 擁有全球旅行最大的自由度 台灣護照排名第34 有145個免簽國 中國排名69 有80個免簽國 除此之外 林文晴表示 中國大陸老百姓 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之下 完全沒有言論自由 林文晴他接觸比較多的是中國學術界的學者專家 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們都很謹言慎行 現在中國的學者覺得動輒得救 而且課堂上上課很怕人去舉報 被舉報的時候 輕一點可能就沒有工作了 甚至被扣押、被判刑 至少學術界來說 中國現在的社會充滿無奈感 在與中共政權形成鮮明對比 台灣被外界稱為亞洲民主燈塔 因此 與中共既如台灣不同 很多中國大陸民眾向往台灣的民主自由 王智勝說 中共政權與台灣的民主對比下 這也是為什麼北京要想盡辦法 無所不用其極地控制言論 在網絡等等 在各式各樣的資訊上做管控的原因 當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 知道事實和狀況的話 他們可能對共產黨不滿 或者反彈 可能會更大 以上節目內容 取財自大紀元記者夏松 洛瓦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以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會議 請健康 波